妈妈 爸爸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钱 就把每次赚回来的钱 就省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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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是买一个好的房子 让我跟我哥去住 我们家去住 为什么呢 是为了让一个孩子的成长的环境好一点 我还记得小时候就 回家我妈就躺在地上 我妈妈干嘛 她就不出生 然后就睡了大概一小时 然后起来叫我做功课 然后就做完功课 然后再去检查我哥的功课 那时候刚好我哥派一期 就跟我哥谈谈谈谈谈谈 谈到五六点 然后自己就去洗洗刷刷 然后就出门 就每天可能教三次体操 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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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后 去转场的时候吃一个面包 还是吃那个正方形的那个 就是 很多片 一买 买 买 才明白妈妈很不容易 小孩呢不懂 就是会转场的时候会这样吃 然后回来呢 会拿着一大袋的小菜 给我跟我哥吃 说自己吃完了 哎 吃过了 已经吃过了 不饿 然后就 他真好 对 他是一个 你想妈妈做体操运动员是吧 需要很坚韧的一面 但他给你们的 对不起 那时候读本地的学校 可能老师说 我特别上课小学的时候 我读到两年级的时候 还是读本地学校的 本地学校就觉得 我这个孩子怎么 老师说话 老师多动症 不听老师的话 把你搬到最前面 你还能跟搬后面的人说话 就 这个孩子是不是有问题 你带他去看医生 然后就 其他老师还是建议 你还是 给他去国际学校吧 可能他的性格比较像老外 国际学校贵啊 所以啊 所以我妈妈就是 那时候加班加班加班 很贵的国际学校 是公立学校的很多倍 对 加班加班加班 然后就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本周四晚24点15分 深圳北市非常近距离